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始之前 请大家给我们一点支持 请点击订阅和铃声 谢谢 夜温柔如水的老婆 夜爱老婆的男人 财运会夜望 相反的 相反的 妻子脾气越大 丈夫就会夜衰 什么原因呢 我们带大家来探讨一下 成家立业 是大部分人 在人生大道上 必须经过的其中一个里程 尤其是男人 只有成家后才能立业 而一个家 要成为一个家 女主人 是一个绝对少不了的成员 所以一个女主人 是一个家的主要资助 也是一个男人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 传统文化认为 旺夫相 你人的面相应该是 天庭 顺炎 饱满 有肉 光华明亮 等等 其实 这都不是根本的主要原因 也做不到百分百的准确 女人 天生就是财命 因为女人是谁做的 而水为财 那我们来看看水的特质是什么呢 因为 水 地障碍的时候 会自动拐弯 水 是自由的 所以 流过的地方 遇到障碍 会自动拐弯 不会那么容易 所以 永远不会受感受 伤害 如水跟女人 面对展示大法北天的时候 它会以柔客当 傻傻椒 大法天 摘水赖 展示就能拐弯 因为只有 柔能客当 柔能客 如果 一个个性刚强 跟女人 喜欢个男人 对着干 从不认错 服输 得到的结果呢 永远都不是好的结果 那另外一个特质是 往低处流 水 永远都是往低处流 如水 跟女人 在家庭关系中 一定都会很低调 只会 默默地付出 从不会 增锋吃处抢工程 现在 我们往另外一面来看 如果一个 实气水本分的女强人 一天到晚 跟男人 争工抢锚 经常 挑男人的毛病 让男人 没面子 地位 实气 自尊心 和自信心 我想 这个家庭 也不会 维持得很久 一个 忘夫的女人 一定要做好自己的本分 建造一个 严满的家庭 那男人呢 也需要 做好自己的本分 不能让自己的女人 受委屈 让自己的女人 受委屈 便是让自己的财富 受委屈 那么 财富 怎么会 进入您的口袋呢? 妻子如水 水为财 家财不安 外财不尽 女人为水 男人为钢 所以男人要有 大一点的容量 你有多大的度量 就能装多少钱财 男人 绝对不能斤斤计较 度量 一定要大 要懂得慈悲喜舍 经常 慈悲喜舍 在别人的眼里 您就是财神 如果财神没有钱 谁还会有钱呢? 谢谢 您的收看 谢谢 您的收看 谢谢 您的收看 就请您在下面留下您的宝贝意见 最后 再麻烦您给我们一个赞 再次谢谢您的支持 下次见